大家好,我是Mr.Amand So, 今天會為大家講HKDSE 2018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ssion B, Question 43 請留意畫面的訊息,如有需要請你Postura畫面細心閱讀 關於一些進加的Proability,我都會有一個Reference Page 稍後我們最主要就是Dependence Event 即是說,兩件事同時發生,而第一件事發生的時候會影響第二件 那些份數的數字會移動 第43條的故事就是這樣的 兩個人就去玩紮色仔 一個是John,一個是Mary John是紮先,Mary是紮後的 如果他們隨便一個紮到1或者6,遊戲就停止了 但題目就問 The probability that John gets a number 6 即是說,要找出John紮到6的概率 John紮到6有可能的結果 要是他第一紮就已經紮中6就收工了 但如果第一次紮不中6 是不是永世都沒有機會紮中6呢? 不是喔 他紮不中6,同時紮不中1 那就繼續玩下去了 但Mary也要紮不中1和6 那他就有權在第三次紮那裡紮得回 亦都可以達成紮中6這件事 那還有沒有其他路呢? 又這樣想 第一輪 John和Mary都紮不到 第二輪 John和Mary都紮不到 第三輪輪到John John就可以紮得回 又有機會紮得回6 那如此類推 是沒完沒了的 那我們怎樣找呢? 我們就把剛才說過的Case 頭三個呢 我們寫出來給大家看 紮中6就6分1 那如果Case2呢? 他紮不中6 紮不中6 但同時紮不可以紮中1 因為紮中1就停了 那所以呢 4 over 6 就是令遊戲繼續玩下去的 OK 那1 2 3 1 2 3 3次 那如果是Case3那裡 就要有4次大家都紮不中的 那我們就說 不要太煩了 不如把4 over 6乘4分6 就疑似了它 反正它每次都一批一批地上的了 OK 那我發覺 咦? 不斷把數字乘4 over 6乘4 over 6 那就是一個Geometric Sequence 那我就不要想太多了 那我馬上把它化成Geometric Sequence 順手就抽1 over 6 這一個呢 就是Infinity Sum OK 就是GX的Infinity Sum 那我扑回到色度 那我就算到3 over 10 那就算完了 多謝大家 好 由於我剛才提到Geometric Sequence 所以我給大家一個Reference Page 好 白頭宮女畫當年 有一條好似的呢 就要去到2014年的死亡題目 當年的Session B第19條 被譽為死亡題目 的A Part就不是很死亡 因為呢 是傳統的M1 或者它的前身Mastat 經常出的題目 那條呢 就做到大家都趴在那裡了 那這個呢 就給你看一部分 值得看的一條 那一條呢 甚至乎會玩了 不對等的Tree Diagram 有什麼問題找我呢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是 helpful的話 麻煩你幫我share出去吧 這支經文送給大家 我只能夠教你少少的知識 神卻教你生命有緣的 在樓下示範一間教會見 多謝大家 拜拜